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年势头挺猛的 红白相间在水中那么一游 就这么一看 心情大好 这种漂亮的鱼在我国明朝时期就开始人为选育养殖了 现在发展到一百多个品种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一家大连的锦里养殖场 欣赏一下锦里之美 亮丽的色彩 优美的泳姿 雍容又华贵 这就是锦里 在大连瓦房店市驼山乡 有一个锦里养殖场 这个养殖场是辽宁最大的锦里养殖基地了 光锦里的养殖池塘就有三百六十亩 有二十多个品种 看这片池塘里的锦里 五颜六色的游得很欢式 大伙猜猜这里有多少条呢 十五六万吧 这里的锦里还是小不点 不过胃口可不响 一天吃四次饭 一个月就要吃掉一万多块钱的饵料 他们现在大概有六七公分大 等到再大一些就要有一次等级考试了 考试成绩优质的锦里就会被挑选出来 身价翻倍 这个池塘就是准备销售 这里边有五六个吧 五六个品种吧 红白了 大蒸了 都有 这个是按条买的 最低的一千多块钱吧 再高一点的就是六七千吧 反正都是买过两万多块钱一条 哇塞 两万多一条 身价很高啊 在这个养殖基地没有最贵 只有更贵 那么他们需要经过几次考核才能成为精品锦里呢 我们记者也来到了更为神秘的棚内养殖区 一起来揭秘锦里的秘密 这是红白 红白 全是红白 全是红白 这个红白是咱这个千条万选的 几乎说一千条跳一条 甚至一万条跳一条 二十公分的话 应该是再选一次 再选一次 再提出更好的精品 之后呢 再说再养出来 再才能销售 再养到五六十公分了 七八十公分之后 市场价值的话 再三万到五万一条 作为观赏鱼之王 一定要具备相当高的观赏价值 通俗来讲 就是要血统症 品相好 像这条就是日本板井第一代种鱼繁殖出来的红白 瞅着这长相就很招人喜欢 你看它切片啊 切片相当清晰 它这个头板啊 就是放着相当干净 这个红的不过头 这个肥啊 它不过尾 这个体型啊 还有这个 这个肥啊 相当高 红和白相当清晰 这里除了红白锦里 还有许多颜值很高的锦里 看这种黄色的 也是别有一番韵味 这个吃里有四个品种 你看这一条叫查理 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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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一条 它有哪个 它有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叫戒子 戒子 戒子 你看这一条 金甲片那一条 这边那一条 它叫黄金 黄金 黄金 红的叫火灵 锦里被称为水中的艺术品 游动的火宝石 一条好的锦里甚至被业界称为无价之宝 锦里好看 但是锦里饲养却特别困难 锦里不好养 它和这个 它也是鲤鱼客 但是它比这个鲤鱼啊 食用鲤鱼啊 发病率高 怎么样才能把锦里养得活 从而再进一步地养出精品呢 大连天河锦里养殖场可下了不少功夫 首先就得让锦里啊 吃得好 耳料主要就是它采用这个 呃 中国这个养殖接连最好的料 呃 它在三万 三万多块钱一顿左右 它预齿了以后就是说对于身体啊 呃 健壮 呃 健壮 呃 呃 体质好 呃 呃 上色好 呃 呃 呃 对对对 呃 白亚得定 呃 里边还有添加了一些呃 维生素什么东西 除了吃之外 想把锦里养活好就得靠水了 呃 一个驾养 呃 驾养 再一个就是虚幻水 虚幻水 水源呢就是这个呃 呃 渗净水 地下是凝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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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有一个困水池子 嗯 把精水放到里以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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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边经过杀剧消毒 呃 呃 经过调水以后 呃 呃 呃 放一个阶段 呃 然后再呃 呃 呃 臭到这个池子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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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就是血环水养殖 你看玉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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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上病 呃 上病就请 冰痘还都没有了 像黑龙酱了 几别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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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过来 从育苗到繁育再到幽中选幽 天河锦里养殖场经历七年的时间 终于在全国闯出了名堂 未来这里也将繁育出更多更好更美的锦里 让他们游到更多更远的地方 在铁岭县一提起交通宣讲民警 那好多村民没有不认可的 无论交通宣讲员到哪个村 都会把这个交通安全知识带到那 让村民受益匪浅 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眼前正在制作客件的这名民警 是铁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宣传民警政委 因为马上就要出发去村里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他赶紧检查客件 看看是否有落下的知识点 在整理客件的过程中 政委又添加了不少近几年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例 通过一些这两年常见的 在农村发生的一些典型的交通事故 然后在这里是以按说法 整理好客架 装好笔记本电脑 戴上警帽 政委赶紧出门 自打开展交通安全知识普及以来 政委几乎每周都要去村子讲课 之所以挑这个时候宣讲 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村民农闲 铁岭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交通宣传大队 联合铁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组织交通宣讲员制作客件 进入农户家 开展交通知识宣讲 这回政委来到了菜牛镇的北地村 在村子里不少村民已经等候多时了 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来我们大比利村了 他讲的就是通书欲懂 让我们直接能直观地就意识到了 所以我要是我作为一个村民 应该怎么保护自己 民警坐在炕头和村民面对面讨论交通法规 这可不多见 如果不注意穿着警服的政委 这呀就是村里热炕头上大伙在唠家常 而这种方式有个很形象的名字 炕头学堂 因为本身我们是这个辖区就在咱们铁岭县 那今天讲的案例多数都是在铁岭县发生的事故 就是在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故 所以讲起来的大家也很好接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大家也是有引擎提出的 因为政委此次宣讲的内容 普遍都是农村发生的案例 围坐在炕头上的大伙 没有一个不仔细听讲的 宣讲期间 政委提出的问题 大伙也是积极回答 当政委讲到农村三轮车 无证驾驶载人的相关交通案例时 大伙更是听得仔细 在农村里的日常生活中 重要的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 但酒驾 醉驾 农用车违法载人 无牌 无证 不计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却普遍存在 这回宣讲 政委通过实际案例 播放事故视频的方式 让不少村民有了深刻认识 咱三轮车就是咱们农民的交通工具 咱们也不知道说是有证 或者拉人这些知识 咱都不懂 有的还不好意思 人家说坐车 咱就拉 这位通过这次学籍 咱们可以学会拒绝 拒绝了为了大家都安全 主要安全第一 人家生命无价 坐在热炕头上 用烙家常的土味宣讲方式 宣讲教法 让农民逐步出户 在家里就能学到交通安全知识 这种接地系的宣讲方式 不仅拉近了我们景音之间的距离 更得到了群众 对公安交管工作的理解 打通了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 最后一功力 看来炕头学堂还真管用 不仅让村民学到了交通知识 预防了事故 也让村民与民警之间 没有了距离感 不得不说 这种宣讲模式还真不错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组资讯 走进今天的天下三农 近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加强农村自建房安全宣传 切实提高农村群众安全意识 住建部组织编制了农村自建房安全知识一张图 在选址 房屋布局 地基基础 墙体器柱 施工安全等方面对农村自建房建造进行了安全提示 供各地在宣传工作中使用 从去年到现在 共有四万多名乡村工匠 参加了住建部组织的技能培训 并获得了培训证书 农业种制资源是国家战略型资源 也是开展优良品种选育的物质基础 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把今年普查收集的众多优异资源分门别类 每一类再临选出十大优异种制资源 这些资源或具重大产业发展前景 或具潜在育种价值 或地域特色明显或蕴含了上千年传统农工文化 对于丰富国民米袋子 菜篮子和果盘子的意义重大 也正在推动各地农民增收 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与临选的种制资源分为三类 具体每一类都有哪些优质资源 大家可以到农业农村部网站去了解 也可以跟有关方面联系 充分利用这些资源 看看这块牛肉 颜色红白相见 大理石花纹清晰明显 行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日本的雪花牛肉 没错 这些肉是雪花牛肉 可肉是雪花肉 牛却是中国牛 这种牛肉来自我国湖北的夷陵 夷陵是湖北省夷昌市的古称 在过去的农耕时代 牛可是大牲口 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牢力 那时候别说舍得不舍得 在夷陵 据说要想杀牛吃肉 都得经过官家批准才行 现在耕牛多数被机械所替代 不再需要牛做劳动力了 我们的科研人员经过研究 改良了夷陵牛的基因 这样从农业生产中 退役的夷陵牛 成了非常优良的肉食牛 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 以后想要吃雪花牛肉 各位一定要记得 咱们中国就有 而其品质一点都不差 种植西瓜的朋友都知道 连年虫肠种西瓜 会导致西瓜的品质逐年下降 传统的手段 比如说熏蒸 增食有机肥等措施 成本高 效果还一般 今天咱天下三农 给大伙介绍一种新的办法 那就是与蘑菇轮座 在冬近西瓜的休棚期 种植一尝蘑菇 不用军袋 而是把机制撒到地面上 然后将蘑菇直接种在上面 这样就提高了土壤中的 有机制含量 土地得到了改良 之后再种植西瓜 西瓜的品质也会得到改善 蘑菇与西瓜轮座 既提高了西瓜品质 又多了一份卖蘑菇的收入 您可以试试这样的方法 木头高跟鞋 木头手提包 木头手机壳 木头榨汁机 在这位贵州木匠手艺人 安旭的手里 只有你想不到 就没有他用木头做不出来的 安旭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小伙 一直跟他的爷爷学习木工 凭着心灵手巧 安旭的手艺已经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 现在他凭借着高超的手艺 在抖音上已经收获了 六千万个赞 超过五百万的粉丝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手工艺网红 很多粉丝都希望能买到他制作的手工艺品 拔罐针灸 这些在中医治疗里常用的手段 还能干啥您知道吗 这里是江苏泰州 视频上这些中寿医专业的学生 正在把用于给人看病的中医技术 用在动物的身上 看看这位老师给同学演示 给牛做理疗的过程 是不是感觉很有趣呢 您看学生们觉得多认真 那牛似乎也很享受呢 看来不论是人还是动物 都挺喜欢咱们的中医保健 一入秋 设施农业就进入了旺季 有一种小白虫子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在这个叶片的背面 吸取这个嫩叶的枝叶 造成这个叶片的找出来褪绿 另外呢 它那个分泌这个蜜露 然后使这个叶片造成这个霉物病 就是叶片表面 很多很多这种黑色的物质 然后影响这个蜘蛛的光合作用 那么它最重要的危害呀 是它还有一种间接危害 就是烟粉湿 它会引起这个病毒病 如果我们碰湿内发生病毒病 那对我们的这个产量损失 就非常大了 烟粉湿的传播渠道有几种 一个是种子钓运 还有就是通过通风口和门口的地方 进入到棚室内 而且它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很不好防 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的专家建议 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在通风口和门口 加挂一个防虫网 来防止烟粉湿的成虫迁入棚内 同时也可以利用它的曲性 烟粉湿呢 它有一个曲黄的特性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棚室上 挂上我们的这个黄板 一个呢 它可以一个沾上这个烟粉湿的成虫 减少这个棚室的虫量 另外一个呢 它起到一个监测的作用 因为虫体非常小嘛 那么我们发现这个黄板上有虫子了 那我们要及时用药剂防治 专家介绍 因为烟粉湿这种小虫子 非常容易产生抗药性 而且它的世代重叠的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 一定要交替用药 像我们可以用这个50克每升的这个双柄环虫脂 那么每亩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55到65毫升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用这个22%的这个 楼虫赛虫磷 悬浮剂 每亩用30到60毫升 还可以用这个像75克每升的这阿维菌树 双柄环虫脂这种混剂 那么我们在这个试药的过程中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轮换的试药 混剂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有杀卵和杀成分的这个药剂放在一起 那么可能对我们这个防治的效果更好一些 另外呢 现在现在比较新的一些单剂啊 像17%的这个福比福南酮 这个药剂的效果也比较好 专家提醒药剂选对的同时 我们也要选择合适的时机进行防治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早晨露水未干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 就是说烟肺师的翅膀上沾有露水 不利于它飞翔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打药呢 就是成宠的着药量会非常大的 这个防治效果也会大大的提高 锦州的黑山百厂门村呢 有的地方在这个风口上 一刮风啊 这苞米就倒一片 但今年这气候条件呢 也明摆着哈 风不小 雨也没少闹腾 村里有个农户啊 苞米咋地没咋地 产量还稳稳的 怎么回事呢 来看一看 锦州市黑山县 百厂门镇 百厂门村的季大姐 今年的心情可挺不错 咋的呢 今年种肥啊 可算选着了 听他们前面说的 说你们这个黑土地种子和肥都挺好的 所以就选你们的种子和肥 以前用别的肥 后期都土肥呀 每年卖的 都是到秋收的时候 它已经都 肝已经都走了 季大姐今年选的种子是H555 她跟咱们说啊 今年一年下来 总结出了一个经验 选种肥 还得是认准大品牌 大厂家 保障二字 很关键呢 好地没产量 哪能说得过去呢 这不品种选好 咱再进行合理的种植 增收那是妥妥的 那你估计的这一亩地能打多少 打一千 最低打一千四百斤到一千五百斤吧 咱那块经常刮风 在村上 那往年有导幅是有现象吗 有 有导幅 那就没有产量啊 那也都是五六百斤 六七百斤吧 咱今年有导幅的吗 今年没有 今天全是 这肝全是蘸着的 没有导的 咱先看一下这个大小长短 这个长短大概在二十三 二十三公分左右 看一下它这个轴细 那个轴细啊 特别的细 也就一元硬币 那么大小吧 咱看一下这个子粒啊 它比一般的品种呢 都要长一些 这个子粒 而且呢 你看一下这个 这个子粒的颜色吧 它就是角色含量 就是特别高 总而言之 一句话 选种还得是认准大品牌 比如像今年这种年头 文产有保障啊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由沈农大L570 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 今天呢 是农历的冬月24 19第七天 今天咱们全省以晴为主 南风或西南风 三到四级 部分地区啊 四到五级 那白天的最高气温呢 在零下七到一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呢 在零下十七到零下四度之间 今天气温呢 是有所回升啊 不过气温依然很低 出门的朋友呢 一定要全副武装 武颜色点啊 天气是真的很冷 很冷啊 那夜季寒冷呢 要伴随我们跨年了 了解过了天气呢 咱们去看一看乡亲们 都有哪些问题 有一位观众呢 想了解一下啊 有没有抗导服抗病也不错的玉米品种呢 那接下来就请技术人员帮他详细的介绍一下 看一下我们联达种业重点推广的品种 联达云瑞五二 联达云瑞五二 首先它的抗性非常好 抗性表现在抗病能力上 看这个猪形 非常清秀 持续性非常好 它的抗病能力是非常强的 辽宁省今年玉米病害大发生 像这个玉米大小叶斑病 弯胞菌叶斑病 门壳病 还有青壳病 都有大发生 但是联达云瑞五二的抗病能力是熟一流的 这块地 很多品种都已经得病了 你看云瑞五二 这叶片 现在还非常绿 也没有什么斑点 抗病性这块 特别强 其次呢 是它的抗脑能力也非常强 咱看这个柱形啊 叶片是上虫的 上部叶片夹角非常小 有效地降低了风阻 看它这个顺 顺饼的夹角也是非常小的 也把这个风的阻力降低下来了 再看它的根系 气声根特别发达 而且它的地下 有六到七成结根 像地下扎得特别牢 所以说联达云瑞五二的抗脑性 也绝对是一流的 还有一位观众问道啊 有没有比较适合山坡地种植 且抗性也不错的应用品种呢 接下来就请技术人员 帮他详细地推荐一下 看一下这个山坡地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种 HG11 像我们这个HG11 是我们今年新审定的一个品种 经过我们辽宁省大面积 两年的市众 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 尤其是在我们辽宁东部山区 比如说宽垫 还有我们低温冷凉的地区 西风 淮仁 这些地区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第一个它是适合山坡地 第一个它抗旱 根系特别好 抓地特别牢 抗旱 抗倒 第二个呢 就是山区的气候 早晚温差特别大 而且露水特别多 咱我们玉米完熟期啊 有的时候啊 会尤其是一些雨水大的年头 会出现一些五瓣的现象 我们这个HG11 这个品种啊 后期透水特别快 就是打下来两个可以卖了 还有呢就是抗病性 像我们这个HG11这个品种啊 基本到我们快收获的时候 叶片还是油绿的啊 叶片油绿的就证明它的抗麦性比较好 抗病性比较好 活杆成熟 使这个宝米的积累干物质更多啊 容重更高 像我们这个品种是纯脚质量 容重特别高 而且像那个地区啊 就是卖粮的时候啊 不是说打下来粮就卖 收粮特别少 我了解了一下 山区地区收粮也特别少 有的都留到公安点来卖 像我们这个品种 打下来粮直接上蛋着 因为它水分干 它不容易捂 特别容易储存 而且它吊秤也特别少 这样呢 来年卖粮的时候 也能卖个好价钱 还能少吊秤 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壮 这个H3号碗 第一个它是根系发达 它气层根呢 有三层气层根 抓地特别牢 而且特别深 能起到一个抗氛的作用 而且在汗几年头啊 它可以起到一个抗氢的作用 能吸收地下深层的土壤的水分 再有呢 就是它的叶片上冲 叶片上冲啊 等大风来了 它的风阻是非常小的 都不斗风 所以呢 它也非常抗倒 像去年呢 有四场台风登陆我们辽宁 这个H3号碗 基本就是没有出现导服现象 再有呢 就是这个H3号碗的谜子 是值得一提 它是纯胶纸粮 呈金黄色 容重非常高 像卖粮的 就是收粮的 非常爱手电压的品种 一般的情况下 打下来凉 真的达到个二十五六个水 打下来凉就能卖 而且能多卖个一分钱到两分钱 它的产量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H3号碗 这个摄影面是非常广的 南一直到我们大连海城都能种 北一直到我们的黑中奖 哈尔明以南都可以种植 只要基本在2650到2750之间 都可以安全放弃地种植 当然了 如果您有什么没听清 没记住的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24-8652-8168 和400-6818-801 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 将好技术 好农资 送到您的身边 三摩地啊 还是大风口 得种点啥种 上点啥肥才能文产呢 这不吗 胖牙也因为这事犯愁呢 还特意把技术员叫他夹三摩上去了 现场叫绝去了 走 咱们瞅一瞅 看看他学明白没有 杜技术员啊 我今天必须得带你看看我今年打来的精神 看没 要么离了歪斜 要么呢 不结伴 这也太难整 大三摩地啊 像你家这个三摩地啊 我给你推荐一个品种 H这一摩摇 是我们 今年新审定的一个品种 经过我们梁岭省大面积 两年的势众 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一个品种 尤其是在我们 梁岭东部山区 比如说宽垫 还有我们低温冷凉的地区 西风 怀仁 这些地区表现都是非常突出的 你说俺家这大三摩地的 風多大也能扛住吗 像H这一摩摇 抗风能力是特别强的 第一个 它液却上增 它不多风 第二个就是棒的节节越往下 节节越短 这样底盘稳 而且它根系特别发达 坐地牢 所以它抗风能力也是比较强 HG11不仅根系特别发达 能很好地吸收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 供给咱们果酥生长 而且抗风能力也是没得说 这回胖鸭家的山坡地 可是看着希望了 看它的意思 肥都不想上了 这要是赶上这好瓶酒 那你让它肥我今年不用上那些了 这点说得不对 尤其是我们像山坡地或者是一些沙土地 保肥保水能力特别弱 所以这样的地我们上肥会更需要更多一些 正常地块80斤 像你们这样地块就可以上到100斤到110斤 这回胖鸭总算是整明白了 HG11这种子虽好 但肥也不能少 尤其是土质不好的山坡地 咱种地一定要因地制宜 科学种田 乡亲们你们看明白没 化肥上多少 看地好不好 像这大山坡给的还得多呀 这两年啊 这好种肥啊 真的是提前下手 买完了真就买不着了 二亚最近的送货和乡亲们说的最多就是啊 天亮好有多少地 哎 种子可别买少了 断货那是真没地补去呀 今天啊二亚来到的地方是铁岭的开员王大哥家 王大哥啊 说去年买咱包米籽了 但是啊 有点买后悔了 为啥后悔呢 买少了 今年啊 咱们问问王大哥 今年买多些 大哥 你好 我去听说去年买少了 买少了 怎么今天 哎呀 那四袋别的品种 少说也得种三四亩地呢 都趴下了 怪不得王大哥后悔 少多少产量啊 可是地都是有数的 咋能少买了呢 好像我种一尺子 但是呢 我就种准了 这里就是缺了 缺了四袋 我得不要匀点 但是这品种 你是没爬 云那品种爬了 就在别的地方买那品种 就倒了 咱那地方赶上风了 赶上了两场风 风挺严重 挺严重 对 我爸老是500多亩地啊 就我的90亩地 还有我一个朋友 有10亩地 没爬 剩下全爬下了 邱说的时候 王警才一亩地产量 能达到2000斤 王大哥也没等着 早早的就把玉米都给卖了 他说 我这是为下一步做准备呢 我得抓紧买种子 你就顺着笼肉炒 没有爬干 那有空干凸间是啥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今年空干凸间还挺严重的 但是我这品种是没有 但哪里的我呢 肯定是有的 那它品种就不行 这个品种相当好的 因为它在今年 我又给它 把那干又买的 这个品种相当挺多 就都看到你家那味道 去年买少了 今年就早早地下手 而且青衣色的 都买的同一个品种 沈农大L570 听到这好嘛 你换它啥呀 说不样不说不好 我换它 是当事吧 对 种也好了 就相中了 对 就相中了 不管我相中了 现在马江老百姓 都相中了 对吧 我依然说 大伙子炒的呀 你找我啊 这叫什么名 188 4103 裤子这袋这袋 你拔袋 起袋一个 起袋 行 马上啊 它这700 它这1000 今天的开源啊 可以说天是嘎嘎的冷 但是你看大家伙 买种子的热情啊 都相当高 为啥呢 因为咱们的品种啊 感动了大家伙 这么大的风 都倒了的情况下 L570 依然站得很坚挺 不愧啊 是咱的铁盖装架 近几年呢 这个野猪主动攻击人的事件 是频频的发生 都说野猪是保护动物 不能随便的捕杀 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一旦出现野猪 伤人悔悟该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下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 前不久 国家林草局网站 发布了 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征求意见稿 该名录中 野猪被移除 三游保护动物名录 也就是说 如果后续该意见稿 正式通过后 野猪将不再是保护动物 三游指的是 有重要生态 科学 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 例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刺猬 袍子 狼等等 那为啥这次要将野猪 移除三游 保护动物名录 因为这些年 野猪伤人事件 频频发生 2021年5月的一天 四川甘孜里唐一村的 村主任 巡山过程中 遇到野猪袭击 伤情严重 因失血过多 等到医生赶来时 他已失去了呼吸 不光在农村 在城市里 还出现了野猪 冲进奶茶店 闯进地铁 小区 上路拦车等事件 进得了城 下得了乡 野猪们破坏庄稼 威胁市民生命安全 也给城市治安管理 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一年都要遇到很多猪 有时候我们这里 随时上山 有时候跑到我们房前 午后来了 那草原原子里面都是 这一片 我家最好的一块钱 现在都是黄了 没法种 为啥没法种呢 就是一种 还没成熟 就野猪就吃掉了 他天天都来 天天都来吃 下面那个地都黄了五六年 红薯 牛米 什么东西都不能种 种东西给野猪吃 如今在很多地区 野猪泛滥 已经严重影响了 村民们的正常生活 那么作为野生保护动物 野猪为何变成 现在这样泛滥的呢 原来野猪泛滥 主要原因是因为 曾经被过度捕杀 所以1994年 野猪获得了块 免死金牌 被我国列为了 三游保护动物 在这之后 谁要是敢私自猎杀野猪 那就是在违法犯罪了 这个野猪 也是国家保护动物 没人敢保 以前很少 现在又多 那个野猪体力又大 你基本上是把它 抄不住的 没办法 除此之外 野猪繁殖能力惊人 而且幼崽 成活率极高 再加上老虎 狮子等天敌 数量减少 最终导致野猪 在我国多地区泛滥 为了保障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 有限控制野猪的泛滥 造成的损失 我国政府已经在全国14个省份 开展野猪防控捕猎试点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限额 对野猪进行有计划的捕杀 而我们这一次呢 对野猪总群的调控呢 实际上我们说白了 我们就是主要采取 采取的手段呢 就是开展有组织的狩猎 那么这次狩猎呢 我们想达到一个最终的目标 就是要对 已造成泛滥生灾的野猪动物总群呢 他们的总群调节到 生态经济与之之下 因为野猪攻击性强 而且皮糙肉厚力大无比 捕猎人员在猎杀的同时 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值得一提的是 想要猎杀野猪 首先要追踪野猪的位置 这项工作需要依靠猎犬完成 但训练一只猎犬费用极高 而且捕猎的过程中 猎犬的损失也很严重 所以一直以来 在猎杀野猪方面 控制成效并不明显 其实全国其他个 其他13个时间省区呢 也存在面临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狩猎队伍呢 就是说 特别是狩猎专业人员的期缺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说短时间内 不能说马上解决 但是呢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补救的应急措施 比如说第一个 就是我们在选择 狩猎队伍的范围之内呢 我们可以扩大 我们的人选范围 比如说退伍军人 因为他们呢 在军队里边呢 都受到一个设计的 专门训练 再一个呢 我们可以寻找一些 对野生动物和 野生动物生活的环境 比较熟悉的一些 一些人员 目前来讲 咱们普通村民 没什么好的方式 可以应对野猪 只能保护好现场 拍照 然后向当地 有关部门报告 申请赔偿 此次野猪拟退出 三有名路 将为持续调控 种群数量 奠定了制度基础 同时也为推进 其他生物动物的 保护工作 提供了友谊借鉴 做好生态留白的同时 通过有效措施 防止野生动物 种群数量泛滥 动物保护之信 才不会成为 当地群众之痛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 绿色发展之路 才能越走越顺 水中的宠物 是一个涉及万亿的 大市场 咱们节目开头 说了漂亮的锦里 下面再说一个 很小很抢眼的品种 观赏虾 咱们去看看 这小东西好不好养 在沈阳市榆红区 雾滨林子村的 这片棚区 有这么几栋大棚 从外表看 和普通大棚差不多 但走进去 却大有乾坤 这种观赏虾的全名 叫急火虾 也可以叫辣椒红虾 因其放在水缸里 特别好看 再加上饲养简单的关系 这几年在市场上 特别受欢迎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大棚的主人戴雪东 果断进了5万只 我们当时进来是5万只 在产卵应该是在 20到30 这样的话就有 相当于有20只 或者30只 这个新生的这种虾 在它全部成活的前提下 那它是这个量的比例的 所以说它反正量 非常大的 听小戴这么一说 虾的数量 可就不止5万只了 不仅如此 急火虾的销售方式 也与其他水产品有所不同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它是论尾卖的 我们当时合过来的话 应该合到5毛左右块钱 现在的市场价格 就是8毛钱批发 我只是批发 如果说要走向市场的话 它这个价格 应该是占2块左右 小戴说 按照三厘米的成虾 5万只计算 8毛钱的批发价 刨去进虾成本 至少能挣1万5 如果按照2块钱算 5万斤虾去掉成本 能挣近7万块钱 这么看 这效益还真不赖 不过咱不能光算效益 对于怎么养殖 也得弄明白 说到怎么养虾 小戴的媳妇 于家可是急火虾 养殖的技术担当 她介绍说 想要养好急火虾 一定要注意好 水池内的温度 池内温度都是21度 22度左右 如果水温过高 虾会死 这个虾不耐热 不耐热是急火虾的 一个最大的特点 于家说 水池内的温度 千万别超过25度以上 水池一定要保持 212度的恒温 尤其是在冬季 不过冬季保温 可是挺让人头疼的一件事 对于于家来说 这可不是什么难事 冬季就采暖了 咱这个水里边都下的 采暖的一个循环的管道 然后有锅炉带着 都是自动的 如果温度超标了的话 它就自动就跳了 看来使用采暖设备 是个好方法 不过保持恒温 只是第一步 想要养好急火虾 水质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正常来说 水体PH值要在7左右 就是控制好 让它不暴澡 然后水质没有污染 没有大量的死虾 就对这水不造成污染 那些活虾 我们这个地区 水的PH值就是7 就是中性的 对于保持水质 维持PH值 瑜伽说 在水池中 一定要放水草 因为水草 具有净化水质的作用 不光急火虾的排泄物 可以被水草吸收 水草本身 还能释放氧气 不仅如此 水草还能给 急火虾遮阳 它的习性 就是喜欢在 黑暗的地方 或者是那种遮光的地方 水草就是 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它遮阳 那个虾喜欢 在水草下面待着 另外一部分 它产子的时候 也需要有水草 它攀附在 那个水草上面 然后水草本身 它也是放氧气 总结了水温和水质 的注意事项 在喂食方面 瑜伽介绍说 一个25平的水池 正常要喂50克饲料 不过50克饲料 只是理论数字 具体还是要根据 实际情况来判断 为此 它提供了一个 判断的方法 如果看第二天 它没有吃了 我们就不在位了 就证明是超量了 要原则上 要它每天都吃了 就是刚刚好 看来 瑜伽这个技术担当 还真不是白叫的 相信在他的努力下 急火虾的成长 一定会更加健康 希望他们的急火虾 能在市场上 受到欢迎 节目最后呢 还要给乡亲们提个醒 最近有很多不法的商贩呢 也盯上黑土地的农资了 在村里头 在这个镇上 或者是在这个大吉上 穿着黑土地的衣服 卖一些种子化肥 包装袋上 也有黑土地的字样 但这些农资呢 都是假冒的 我们正在联合 有关部门呢 打假 相信一定要认准 购买渠道 微信小程序 聊是黑土大吉 或者拨打热讯电话 4006818801122